在公布2020年江門市鄉村旅遊示範鎮村名單當中 我市大江鎮名列其中 獲評為2020年江門市鄉村旅遊示範鎮 下面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大江鎮鄉村旅遊建設情況 大江鎮位於我市北部 歷史文化抵運深厚 水陸交通便利 基礎設施完善 今年以來大江鎮緊緊環繞 兩沿一負一雙圈發展思路 堅持穩中求進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在彰顯雙圈魅力 深惑兩沿潛力 和激發股負活力三方面 扎實開展工作 通過大江鎮區雙圈建設完善 活化體質改造工程 工業園區礦容 優化道路及基礎設施建設等 提升城鎮品質和周邊環境 近年來我們大江鎮以 特色小城鎮建設為借力點 以全域旅遊為握手 以我們大江的三大廊道及公益水 迫道穿聯我們全鎮的優質旅遊資源 整合大江公益古貨 和大江區的歷史文化街區 河木村、石橋村、美麗香村、旅遊資源 和黃花梨、艾博館、國際民禮 整貿城的項目元素 借助了新帝堂的雕樓、新寧鐵路的 層邊車站、生態、種植員等特色優勢 串聯打造我們大江鎮的精品旅遊路線 大江鎮探索開展、限制樓房、招商人資 開拓古浮夜市、夜間經濟視點 以石橋下古村和河木錦農村為中心 聯結周邊村落打造大江特色鄉村旅遊線路 並推動鄰港、池菇、馬體等本地特色農作物 產業化、品牌化發展 擴大特色農女產業規模 目前石橋村、下古公園生態農女項目初舉規模 與此同時 大江鎮還積極發揮黨建引領 創新基層黨員管理模式 推進扶貧就業安置基地幫扶結隊 落實人才、強機工程各項工作 壯大基層人才隊伍 為推進大江鎮、旅遊經濟、高質量發展 提供有力支撐 我們下一步就是做好歷史文化街區 名人故里和傳統宣諾的保護活化和利用 深入我們本土的文化、橋向風情 引入子堤、酒店、特色的民宿、文化創意產業 旅遊綜合體等旅遊之間 帶動我們大江的商貿民旅發展 推動小城鎮建設 和鄉村鎮興融合發展 打造我們商貨橋運的魅力小鎮 邊 ol